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十日,对十年前合并的国家电影文化中心,至今还没有完工,认为工程严党,在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后,新北市府发言人张希强也跟著出面指,国家电影文化中心一再拖延只能证明,老县长口会时不至,一再上演苏贞昌十日。 参加社会丽小英之友会茶会,提到在前往会场的路上,看到路旁的围墙写著国家电影文化中心,即将要来这里,苏贞昌说,即将太久一点,因为国家电影文化中心在他当行政院长时就已核定,但十几年过去,却还是只有围墙上一句漂亮的口号,感叹这个即将未免太长太慢了。 苏贞昌当时也说,市民交税如果慢一天就要被罚款,市政府慢了多少天,不受处罚还要继续当,这不是市民的期待,强调自己是非常准时的人,只要他当市长,工程就绝对不会延迟。 其实,张奇强说,国家电影文化中心从民国93年提出构想,一直到民国97年,这四年期间,老县长历经了台北县长,总统府秘书长,再到行政院长,除了光辉核定之外,又做了什么? 预算在哪里?计划真的可行吗?根本就是口惠实不至,事实上,就是因为当初行政院的预算迟迟没有下落, 对最初的开发构想,从中央到民间,一直都有质疑,才会从93年一直到民国105年,最后由朱立伦与文化部签约,确定合作模式,先从国家电影中心开始进行,106年规划设计,招标施工,107年动工,108年8月完工,从当初的预算没有合拨, 计划的可行性不断受外界质疑,都是在老县长任内,至于苏贞昌办公室所提的40亿的大建设,缩水成4亿,张锡强强调,老县长不妨多去听听民间的声音, 新北市真的需要如此庞大的影城吗?真的还需要如此庞大的典礼场所吗? 电影环境早就已经不是老县长那个时代的环境了,依目前的国片环境, 何需要?这40亿应该有更值得投资的地方?